你们怕了 尚大府 屈原这是在寻死 好好地路他不走 竟敢来抢我们的财路 这样也怪不得我们了 现如今都到这步田地了 还怕着 我做了他 你们打算怎么做 怎么做 我就不相信 万金还埋不了死士 事情要办得不留痕迹 还有 今日一事 唯有天之地之 放心 鬼都不会想的 尚大夫 您就等着好消息 你说什么 你居然怀疑起你亲爹来了 是不是您吩咐下去的 您心里清楚 他屈原改革严权 完全不把威夫放在眼里 我哪用那个能耐去阻止他 若是真没人来 那也是他尽失民心 我知道 他这次触动了不少人的利益 甚至是您的 但邻居他没有错 你为何要百般阻挠 胖色 我堂疼令尹 我以为区区矛头之力 去对付他屈原吗 令尹 又是令尹 爹您什么时候能放下您的令尹之位啊 当初呢 您为了令尹之位 让我嫁给他 现在您又为了令尹之位 袖手旁观 连半点忙都不帮 所谓的亲情 在您的眼里 丝毫比不上您的官位和前途 父亲 你太让我失望了 小儿 你这是做什么呀 话说得好好的 你动什么手啊 也不听听 刚才他都说了些什么 我说错了吧 你不要再说了 我赵王 没有你这个女儿 也许找你的屈原过吧 从今以后 你再也不要回我赵家 小儿 小儿 让他走 不许拦着 小儿 这马上就要过端午了 本想着跟孩子好好过个节 一起吃个团圆饭 你这又是何苦呢 吃什么团圆饭 我看这个家 算了算了 如果是你送我 恒而不留心 必心自身 终不失过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母妃 你刚才跟公子说什么 我 还不快下去 喂 母妃 她只不过在跟我谈事 楚国的事她能知道多少 她不懂 我看她清楚得很 你也是 成日就读这些没用的东西 也不好好想想 怎么把王位 从你哥哥那夺过来 母妃 我早说过我不想当王 你 只要秦国强盛就好 谁当王都一样 笑我 这怎能一样 孩儿对权力并不可忘 那楚国和雄怀 如何对你母妃的 你也一并忘了吗 孩儿不敢忘 当王 只有当上了王 一切 才有可能 大王 这连横大计可是关系到大秦一统天下的霸业 承向费心了 我可以带你